中藝人手香港超级联赛的超级大战 富力R&F对着是杰志的比赛 来到将军奥这边 守着环桑踢成0比0平手 赛前一刻方面 本身排在榜首位置 球到东方龙斯15分 就踢到一场球 富力和杰志踢到一场 富力是14分 杰志是13分 哪一队能够在这场赛前 全取3分的话 就能升上榜首位 反压东方 阳正光教练也在 前几天的决赛 决赛方面是0比2不敌东方 先几率是杰志的攻勢 嘉维兰打算切回横 造就后户上的10号仔基尔顿 他自己先射 中了罗拔图 再打算做基尔顿 又过不了这边就是杜道 接着就是朱智光教练 之后轮到富力丽 右边手 以高沙托尼 现在迪尔 先回头 迪布尼 波顺 马上有脚拉你了 但不滑地 不特别各队 这球球都没有力量 轻松没收 王真柏 好了 这个就是 争议性的判决 王阳自己脱了 迪布尼也涉到 迪布尼 杰志 叫他大难不死 杰志 转过头 还要进入球 今次又看到 苏晒 深可照 扎角度 转地 波进去 门将周晨就紧紧富横 结果在这边 罗子晋轻松搞定 飞踩过去 空门搞定 罗子晋入球 杰志 当时上半场是17分钟 看到全部教练团成员都非常兴奋 这下就是另一个关键点 阿桑 借家强 撑回头 不够力量 及到情急之下 回去回房 也拿手去拍球 结果 红牌兼输十二抹 吃了全餐 十文英尖 借家强 退下火线之后 移了罗北塘 中坚位 十二抹方面 要射两次 才当面 就入球 第一球 结智另一个球员 是苏沙偷 而嘉惠蘭 第二次 苏多射另一边 搞定你了 又来自渔苑的球员 协助是结智領先到二比零 也是嘉惠蘭 加盟结智之后 第一个正式的入球 之前就在渔苑方面 精英杯入了七球 拿了精英杯的神社手 上半场是结智 不但领先二比零 11个打10个 亦有一队很忠心耿耿的球员 支持他们 到了下半场赛事 第一场球 下半场是非常好看的 先是杰智斯机会 嘉惠蘭胸口照下来 留意 刀刀的手 小小的摸下来 最终球员是选择不吹罚 好了 今次轮到谷刑志 接应这个就是基尔顿的直线传送 然后打算拒个球远处位 哎呀 大家斗产的了 罗子晋又产 方柏伦又到 但结果大家都碰不到球 好了 今次出事了 艾里奥的大脚 竟然闪中了迪布尼 这个寿星谷 结果 这个球正反弹 就变成了 做咒了迪布尼 送他一起 他也临时清醒 不要突然被球闪坏了 好清醒之下 吸回 做咒 就后面入缔的老大哥 基尔雲尼搞定 追回1比2 基尔雲尼入场之后 也可以扭转了局势 球队向进攻的节奏 或者处理上 真的成熟了很多 定了很多 有个老将 压阵是不同的 这个球队 这个球队也吃得非常划算 其实迪布尼说 最重要的是 可以帮到球队 能入到球队 最重要的是 基尔顿 这下罰球 现场也挺大风 加上这下 就落重了 而又扯了 差点凹死的门将 就是周玉神 好了 今次迪布尼了 转身又去到 现在迪尼 分回上前 又嬌雲尼 再打横发展 然后自己转身去 留意 伊高沙托尼 哇 真是很阴湿的球队 这球队 隐蔽性非常高 迪迪尼也很厉害 射得妙 很鸽定 每开二道 基尔雲尼 2比2攀成平手 也燃起负力 抢这三分的希望 整个背后很精彩 因为当时也有几个蓝衣 在拍起来 希望借回来 就是伊高沙托尼的全球路线 但也被他找到一个 很独家的施加路 你看到 迪布尼真是小珠 罗志祥上身 跳舞非常过瘾 非常过瘾 这次轮到丹尼 后面入踢的老大哥 再送回横 结果还骚托了 路线 挂网而入 网都被射穿 那麽 千蟹上街 送回来 丹尼 再过后 然后负力球员 又好像呆一呆 又会是越坏 还是怎样 呆一呆 第一阵神 结果益神的蛋 来造就 这些 骚托空了 射得非常厉害 这球球 杰志又再到领先了 结果最终 杰志都能力保这三分 3比2 险赛负力R&F 也以16分的职分 反向东方 暂时升上 绑守为止 恭喜杰志 最后赢3比2